歡迎回到前半百 我是鄧凱銘 說到這個禮拜的台北股市震盪 做了反彈走高 但是本週的法人進出變化 倒是有一點點改變 外資的賣超的確是縮小了 甚至有轉回來做小買的舉動 但是投信從連續買超36天 變成轉賣 而且轉賣連兩天 昨天賣比較多 今天是賣少一點 但是這兩天加起來 也是超過20億的轉賣 這一點讓我們特別留意 因為下禮拜就是第一季的季底 三月底了 所以之前的作賬行情 會不會有轉變成結賬的壓力 投信現在轉賣的個股 會有所謂的信仰潮嗎 待會好好地解析 先看今天的外資投信進出變化 首先先看外資買超股 今天的前十名 第一名是鋼鐵股的中鋼 買了快兩萬張 剛剛才講四十塊錢 好像是這禮拜中鋼一直要面對的一個考驗 沒有說這個沒站穩 有站上四十 但是好像在這裡橫盤整理 下週是上還是下 看外資的臉色 今天是有買的 買了快兩萬張 另外剛剛也講到了趙鋒金 的確果然外資今天也大買 買了1.6萬張 升息循環受賄概念 再來聯電外資買了 外資好像跟投信都有在回補聯電 各股還有包括華通 金寶 台積電 台積電外資有買九千多張 台積電今天外資都同步加碼 另外就是網通股最近很強 這兩天轉強變網通族群 各股在衝高 台陽 鄭文 劍漢 今天鄭文在買超前十名當中 第八 第九名七千多張 台氣營六千六百八十五張 這是外資買超的前十名 那我們再看投信 投信買超 今天回補加碼的有齊鴻 有聯電 剛剛有講到 聯電是外資投信同買股 另外則有看到鋼鐵股的中鴻 新光鋼 外資買中鋼 投信買中鴻新光鋼 那滑通的部分是外資投信同買 PCB族群最近幾天 注意到了 滑通 真頂 新興 有在做走高 另外包括新唐 建核新 新唐的部分還是在投信的 買超名單裡頭 好 請教陳榮副總上台 告訴我們來看看外資投信 今天的買超股的部分 來檢視有沒有共同的特色 對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很明顯買一個族群叫半導體 剛好昨天的這個美國股市的表現 科技股表現很好 像MVD 或AMD 或Intel 股價都表現很好 所以你會感覺到就是說 好像過去冷了一陣子的半導體股 感覺又變熱了 那你想想看嘛 投信他資金是卡得很緊的 他今天要買一個新的族群 而且這個族群要花不少錢 我就要賣掉舊的股票 所以你會發現他最近在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大概是這樣 比較明顯開始有看到這種電子股變多的感覺 對不對 電子股變多的感覺 雖然原物料還有鋼鐵啦 但其他呢 都是電子喔 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 先看外資的部分 買超前十名 第一名是中鋼啦 所以呢 剛剛我們有提到中鋼了嘛 至少這個外資還在買超 所以對於四十塊錢的價格 是不是比較放心 那其他的個股呢 我們發現到了金元雙雄 金元雙雄開始出現 那代表說下禮拜會不會還是從電子的上游個股會支撐台股 對 沒有錯 這個從法人的動作來看 他的對於半導體 或者對很多科技股才剛開始買進 所以以他過去的一個動作的一個延續性來講 他應該會持續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今天 雖然還是有買一些像鋼鐵股 或者說像金控股 可是如果你看他賣超的部分 其實蠻多金控股 已經開始有一點獲利了結 已經開始有一點獲利了結了 所以你說 或者我一些又一些航運股 也開始在調節 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說 法人剛開始在賣 你要趕快先閃 因為他一賣要賣很久 相反的他剛開始買的標的呢 你注意一下如果族群性很強的話呢 可以稍微琢磨一些 好的確有金元雙雄 那另外也看到包括像華通 PCB族群個股 華通是外資投薪都一起有買的 在同買當中也看到 最近PCB族群個股好像也在轉上來 之前跌多的什麼ABF宅板 也開始這幾天很有起承 其實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像蘋果 你看那個蘋果的那個股價 最近非常強勢 那蘋果的傳出他準備要做這個硬體的訂閱制 我們一般來講呢 看譬如說我們看Netflix訂閱制 對不對 我們看什麼Disney Plus訂閱制 你通常都是對一種服務在做訂閱制 或者音樂Spotify在訂閱制 可是蘋果要推硬體的訂閱制 也就是說以後你用的iPhone手機都是最新的 我一直都給你最新的 每一年我只要出新手機 你就是換最新的 就是要綁住你的意思 對對對 因為以前大家都覺得說 那個蘋果手機很耐用 我iPhone 8 iPhone 10推成出新 我都不用換 我這個手機很好用 那一直這樣子的話 那蘋果在硬體的銷售上就會受阻 所以他現在推這個訂閱制 大家預期 第一個 他的硬體的出貨量會增加 第二個 台灣的供應鏈一定會受惠 滑通就是其中之一 以前是軟體強迫你更新 現在變成硬體強迫你更新 就是要換手機 原來如此 那這樣看起來PCB族群 這禮拜最標滑通 對啊外資投資都在買 對 所以你看滑通嘛 新興嘛 還有像台積電 這些傳統的瓶蓋股 最近可能開始要動 好那我們看滑通 如果這禮拜長成這樣 對 下禮拜五還敢追嗎 基本上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大家要稍微給他一點空間 就是說不要覺得長這樣 就要長很多了 沒有 時間拉長來看 對對對對對 因為如果你時間再長一點 其實他已經悶很久了 最近才開始出量往上攻 連錢高都沒有 因為大家知道 蘋果概念股 其實已經成績大概五年以上 好不容易蘋果推這個訂閱制 感覺上有點硬體大復活的感覺 但是錢高真的其實 雖然還沒到 但是快到了 下禮拜會不會就到了 有機會 好你看這錢高的價格 對 以前高價格來看 54塊7 目前的他的這個 漲勢的一個強勁的狀況 其實過這個高點不難的 不難 對 所以過去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當作一個大底 沒錯沒錯 就變成一個碗型底了 所以你認為現在 不要以為他這幾天的強勢 叫太強沒有 沒有沒有 他只是在打個碗底 剛剛上來要過錢高而已 對沒錯 好下禮拜代表說 是不是可以再去追 從外資投信同買來看 有滑通 對 那另外呢 投信賣超股的部分來看看 投信賣什麼 這兩天的轉賣 讓我們擔心就是 投信會不會從做帳變結帳 真的開始了 真的是 淡盡圓絕嗎 錢用完了嗎 之前買那麼多 為什麼突然這兩天要轉賣 又在祭底之前 這讓我們擔心 對沒有說這時間點很巧合 所以大家會擔心 我認為投信賣這些股票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他們的基本面 真的有一點轉變 有點雜音 譬如說外資 很多的法人開始認為 記憶體可能會不好 所以他之前買了一大堆記憶體 那怎麼辦呢 趕快賣掉 現在賣掉還有賺很多 所以這個是他賣 譬如說像這個 我們下一頁看一下 有一些記憶體的股票 金號科 還有一些像華邦電 南亞科這些 對這個就是他賣的原因 那還有一些航運股 那更不要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 剛才講SCFI 今天公布最新的數字 連十個禮拜下跌 連SCFI就是貨運的一個產品的售價 如果當我一個東西的產品售價 連跌十個禮拜的時候 大家會擔心那我可能接下來業績 就不會那麼好 上海出口集裝箱的運價指數 對沒有錯 航運的運價指標 這個是他的售價 對吧 我營利的來源 那成本的部分呢 因為最近油價高漲 你不可能開船不用油 所以當油價高漲的時候 你就又會擔心 還有第三點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談到的 股權之爭 這個內鬥 所以很多的原因就是大家會擔心說 這些股票是不是稍微逢高 看看投信今天賣的 這一張前十名的個股部分 第一名就是南亞科 南亞科 在航運股 長榮陽明 華邦店也有 這些都是記憶體記憶體 航運族群個股 面白股有友達 航運股也很多 航空的也賣 就是長榮集團的部分都在賣 金浩科的調節一千多張 剛剛也提到這稍早最早之前 我們說最近這兩天也是高點 投信在轉賣 那我們看投信在這個禮拜 轉賣的個股有哪些 這些個股在今天的表現 的確也呈現了拉回 你看台勝科就是指標 沒錯沒錯 今天天最強 但是有的人怎麼辦呢 現在看起來他一天這樣子跌 跌到跌停板 如果在高點來個這麼一根的話 一黑吃幾紅啊 四紅啊 四根紅可以半 有的人怎麼辦呢 他不會就這樣子 止住他的跌勢嗎 因為基本上 這一檔股票的上漲 他的最大功成就是投信 所以當投信 水可在舟 必可覆舟 當他開始賣的時候 你也要跟著賣 也就是說今天跌停 也許你不要賣 但是呢 可能下禮拜一 就會稍微開高一下 你就趕快先跑一下 因為你這個地方跑 你還有賺錢 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就看看 這樣講的話 下個禮拜的投信 對 作帳或結帳 結帳的壓力會比較大 對 就是部分個股 他會做結帳的動作 然後他去轉進 他認為接下來會比較好的 譬如說一些半導體 有一些電子股 瓶蓋股 可能是他接下來著墓的焦點 好 那剛剛這樣講到的話 到底接下來下個禮拜 不管是三月底的這個作帳 或是結帳 還是說要準備到第二季的時間 那當然除了投信的一個動作 大家要關注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外資 外資的確這幾天是做了小回補台股 但是好不容易幾天空單下降 怎麼今天空單又回徵了 本來以為要掉到一萬口以下的 現在空單又回徵了 又讓我們擔心 下禮拜會不會外資 又要轉變心態了 關州期貨專家也告訴大家 那外資怎麼看 今天的空單增加 空單增加 而且最近的大盤 可以知道量是少的 兩千五百億上下 同時呢 外資在期貨 在現貨 在選擇權加起來 他有多轉空 那我認為這個位置在講的話 只有可能下禮拜要進入一個 比較橫向震盪的局面 但是會不會跌很多呢 我認為也不會 就可以這樣來回洗盤 等待整理完成 再去做往上的走勢 好 下禮拜會不會就是這樣 那當然看到了 從外資期限選的心態當中看到 今天好像有一點點不太那麼好 但是呢 也沒有說賣太多 那講到說 現在就要選新方向了 既然四月要到了 新方向真的會從傳產 剛剛向外資投信的一個進出 當中發現到越來越多 在賣傳產 但轉進電子 新科技的部分要注意了 對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最近電子股會轉強 從上個禮拜 我們稍微有聊到 美國沒有直接投入到俄物戰爭 可是他在打一場金融戰 就是大國博弈 你會發現現在拜登 拜登在哪裡呢 拜登在歐洲 他要跟這些歐洲的 這些夥伴們講 大家繼續努力 繼續打 不要停 這個該什麼援助 來跟我講 你們欠能源 趕快我液化石油器來 送送到你這邊來 你欠武器 甚至你的難民 不知道怎麼安置 通通來找我 我來幫助你 也就是說到目前 你會發現美國沒有喊停 大概俄物戰爭就不會停 你會發現所有美國人 都叫人家去調停 但他自己都不出面 那這個大國博弈就變得幾家歡樂 幾家愁 誰歡樂 當然美國歡樂 誰愁 當然是歐洲愁 對 所以歐洲很倒楣 因為他的能源受制於別人 所以你會發現 他到目前為止 都還要看看美國的臉色 最新的數據出現 對 美國的製造業指數突然的在回升 對 但是歐洲的還在下降 對 所以讓我的感覺 很像這個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最近美國有一個聲音說 我們是不是要提出一個新版的馬歇爾計畫 因為這個馬歇爾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 哇 這個一下在中國戰場調停 一下在歐洲 提供一個馬歇爾計畫 馬歇爾計畫是這樣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歐洲已經變成一片廢墟了 大家沒有錢 所以 那美國人做那麼商品 那麼多商品要賣給誰 所以這時候美國人就想說 歐洲我借錢給你 你要多少錢我借給你 然後你再來跟我買東西 我這樣經濟才會好 經濟就是你互通有無 對吧 你沒有錢 你怎麼跟我買 我錢借給你 好 那現在他們也是大概類似的意思 你們欠能源對吧 那我能源借給你 你到時候有錢再還給我 這大概就是新版的馬歇爾計畫 可是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那二戶戰爭就不太會停了 就不太會停 好那不太會停 那通膨就上升 那這個升息 大概也就深深不息 連組會報偉就說我要升兩碼 貸款足都哭哭了 對所以你會發現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都是利空 對吧 那也就是因為都是利空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對於持股的信心不足 你不要說前一陣子被二戶戰爭嚇到 把股票賣掉的人 現在持有多單的人 其實每一天也都想說 每天也在緊張 是不是好高呢 要不要賣一下 要不要獲利了結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每天漲差不多了 所以你會發現他達到 讓整個股市泡沫消失修正的 這樣子的一個好處 最近你看嘛 剛剛講到費半在漲 納史達克在漲 蘋果在漲 輝達在漲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這些絕對都不是散戶買的 因為散戶現在保證不敢買 有多單的也趕快要準備 要不要賣一下 一漲就想賣 少輸為盈 對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一個洗盤的效果 修正後反而大漲 那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為什麼是他們 簡單一件事情 不管你現在通膨的問題 或者戰爭的問題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人類社會 對於科技產品的需求 已經變成剛需 是 你出門 你什麼都可以不要帶 你一會可以隨便穿 手機一定要 對 我們講手機一定要 或者有些人愛聽音樂 AirPods一定要帶 所以科技產品變成是你的剛需 你到電腦前面 你一定先打開Google 微軟的產品 你一定要打開 不然你電腦根本開不了 Facebook 聯絡 IG 聯絡 這都是一定的 甚至你要開YouTube頻道 來看我們前線版本的節目 YouTube誰的 Google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一次美國的科技股 是漲那些大支的 因為這就是必需品 他不管什麼戰爭 升星都得用他 然後他的股市 又因為這一些負面因素 修正過了 所以股價反而漲 但不會是只有反彈而已嗎 已經到了反轉到回升了嗎 因為這一些科技股 其實他根本不甩大環境的不好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現在的經濟形勢 難道有比兩年前不好 兩年前好嗎 都都都沒有 兩年前的狀況更慘了 對吧 兩年前狀況這麼慘 為什麼科技股長那麼兇 因為很簡單 會印錢嘛 是 對吧 那我剛才不是有提到新版馬歇爾計畫 他不是也是一種印錢嗎 對啊 也許我不是印錢在美國用 我印錢給你歐洲用啊 通膨那是你家的事情 但是我錢又要印 那當整個政府又要開始準備 從印錢的角度出發的話 那科技股可能又要漲 繼續又是往上走 沒錯沒錯 因為錢太多 我們一開始講錢太多 不知道去哪裡 對 台灣是不是散戶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因為政府在打房 你現在敢全部壓房地產嗎 不敢啦 縮手啦 對不對 哇 優利率多高 不知道不知道還不還得及貸款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全世界有個股民 都面臨一樣的問題 好 那當然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情況 還會持續的話 現在要找科技股下手 甚至科技股的新創新科技方向 你想想看 為什麼我說惡性通膨商製造業 你想想看什麼叫製造業 譬如說我們講鋼鐵好了 鋼鐵是什麼東西 我進鐵礦砂 進膠煤 對吧 然後在我的高路裡面弄半天 然後最後跑出鋼 如果我今天我的原料漲兩塊 我的鋼品漲五塊 這個叫溫和通膨 是 那是ok的 我的股價會漲 我還可以賺 對 那如果剛好顛倒 我的原物料漲五塊 我的鋼不能漲太多 因為我們社會責任 漲一塊或者漲兩塊 那就跌不好了 對對對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的這個通貨膨脹 大家會去回想 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 進到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製造業倒一片 因為誰盡量來製造 誰就倒楣 因為你根本就是瞭解 所以現在是這個惡性通膨會傷製造業 可是科技業老實說 很多都是在辦公室裡面 電腦打一打 設計圖畫一畫 IC設計公司不就是這樣嗎 他對製造業這種高通膨 他有抵抗的能力 而且他如果研發出新產品的話 他的成長 成長率是什麼 10% 20% 30%這樣子的起跳 所以他有機會靠科技創新 來去抵禦這個經濟的衰退 好 那我們就從科技創新概念題材上去想 那臺股的部分有沒有值得注意的 好 我們先講 科技創新當然你絕對離不開晶片 對吧 所有的晶片一定都是 這個臺灣什麼晶圓代工做的 臺積電這個時候 你要開始注意他 為什麼你看今天的外資投信 也剛好買進對吧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譬如說我們剛才看到NVIDIA的大漲 NVIDIA他也可以漲2% 他也可以漲3% 不是他昨天漲10% 為什麼呢 因為NVIDIA大家都知道 到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他的繪圖晶片大廠 挖礦也要用到他 可是未來呢 不管元宇宙也好 我們講的自駕車 電玩遊戲電動車 對電動車 我們電動車還好 自駕車你一定要靠他 對不對 你要靠電腦來幫你開車 你的晶片要多強大 你等於在每一秒 甚至更短的時間之內 你要算多少的圖片 這都是NVIDIA 未來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未來的科技發展裡面 這一家公司 為什麼會得到那麼多人的信賴 你要知道他昨天股價大漲以後 他的總市值已經超越台積電 成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半導體公司 反而是他 反而是他 他短短幾天 我們剛剛有講短短八天漲了 三乘六對不對 從206漲到現在280 對啊 那你從NVIDIA再推回來 他目前為止大部分的晶片 都還是台積電代工的 好 謝謝陳總副總 待會我們要補充 先請回座 剛剛講到就從這一點開始 台積電剛剛有講 當然就是現在的科技創新當中 他最需要的先進最高製程 聯電今天也在外資投信的 投買名單當中了 所以股價夠低 夠不夠 50塊錢以下曾經看到49塊5 是不是已經是超級低價 再來呢 也看到了 不管是這些晶圓代工 還有包括現在上游IC設計 更多的科技新運用 待會我們就好好的從個股當中 一一切入 告訴大家 誰在這裡是接下來第二季 可能最受惠的飆黑馬 待會回來馬上告訴你